小赫当天跟朋友去了汽车城H管四楼 他说转了一圈走到电梯这里准备离开 小赫额头上贴了纱布 电梯门上方和右侧的大理石出现脱落 其中上方这块大理石目测长度将近1米5 宽10多厘米 小赫说自己当时站在电梯口 上方这块大理石最下端距离自己头部三四十厘米 这么拍下来自己直接蒙了 他提供了当时的图片 头上破了皮手臂也受伤了 朋友站的比较靠后躲过了 我当时第一时间是报了警 然后物业公司出面了一个 就是姓朱的一个经理 叫我去先去看病 然后我先去到医院去做了检查 医院的诊断上写了多处损伤 头部的损伤 肘关节痛等 小赫说医疗费目前花了1000块钱出头 再加上后期复查 物工费等 他希望对方赔偿1万块钱 那物工费要几天怎么算 物工费的话我是按照20天算的 您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在公司上班的 那一天公司是多少 一天工资的话400块不到吧 他们的态度很消极 我现在诉求不单单是这个 而是他这个电梯已经侵害了我的人身安全 对我造成了心理阴影 我现在走到电梯口 我都要先看一下这个电梯 上面这个大理石会不会脱落 记得看了15号电梯左侧的大理石板 和墙壁连接的位置也有缝隙 右边的16号电梯 上方的大理石板顶部没有看到裂缝 下端有一些胶状物粘连的痕迹 随后记得和小赫来到二楼 边上四个脚都有凸凸的和裂痕 这个已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松动的一个记性 这个上面的大理石是有用胶带 张的这一个行为 那证明他们之前是肯定有发现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去解决问题 还是敷衍了事的用一个简单的透明胶去贴一下 这个完全是支撑不了这个大理石的重链的 就是还是有随时脱落的这种可能 这个问题就说明了他们平常的维护保养 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到位 找到海外海汽车乘务一部 工作人员说负责此事的朱经理不在 记者拨打了他的电话 我们现在去看过来 这个食材可能有可能送动了 怎么的脸书查了一点老话 有可能这个是意外事件也没想到 平时我们会对这个食材进行检查吗 检查的一般是两个月查一次 我们在二楼大概看了一下 15号16号电梯 上面那块板有的那个缝隙处 还用胶带贴了一下 对于二楼的情况 朱经理说会让工作人员再去看一看 至于小贺的赔偿诉求 公司会妥善对接 朱经理后来反馈 二楼大理石板出现缝隙的位置 打过结构胶 当时用胶带贴了一下 目前没有隐患 这件事会和小贺继续协商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